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聊的历史跟正成功 好 还有人要回答吗 生活 现在的生活变成以前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无建议 今天他和伙伴曾荣辉 为太平国小的小学生 带来一个基隆开发案的游戏 好 那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什么叫做公民 好 你说说看 公民确实很常出现在公共场所 并且会帮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说公民会参与公众的事务 在我们太平国小附近 有很多特殊的地点 基隆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团体 那你们现在就是这些团体的代表 每一组学生都扮演开发案中的利益团体 未来基隆的面貌将决定在他们手中 你要选什么 黑道 黑道王派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谢谢 谢谢财财 好 他们是否能达成一个好公民的责任 基隆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这是一款丢饼干的游戏 我们总共五个人 所以我们要挑五种饼干 这样每个人会抽七张 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 你必须要抽到五张一样的饼干 然后以及一张牛奶 从小在基隆长大的曾荣辉 和其他亲民年轻人 因为同样热爱桌游而聚在一起 2014年组成阿普挖工作室 更早其实应该是跟哲宇看媒是同事 因为办公室有桌游 那我们就是想说 这个桌游放也是浪费 那我们就一起玩 然后又有玩 就是把自己的同学 把自己的朋友也玩进来 然后就是团队成员都是这样玩在一起 好啊 桌影学条 桌影学条 就是它偏三珠王的部分 是桌影学条 所谓桌游就是桌上游戏 有卡片 图板 晒拍等不同形式 除了提供趣味 在阿普挖的巧思改良下 每一款桌游都赋予了更多元的价值 像这个是我们用来做生涯规划的教案 就是我们那时候弄的包装 就是我们还自己故意做了一个报纸 就是我们最常使用的是这个沟通风格的 它是用那个就是我是大老板这款游戏 因为它会就是培养到你的一些就是 就是对人的表达的观察的敏锐度还有同意心 阿普挖承接了许多社服团体 政府单位的委托 将原本法位的演讲授课 变成好玩有趣的游戏 通常我们会就是受到一些委托是说 有个单位它希望我们做什么主题 我们就把就是这个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理论 找出来读一读 然后看能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如果没有适合的游戏 我们就会自己做一个新的游戏 嗨校长 我们今天来大概就是会问一下就是关于附近的 有哪些地方可以就是让我们变成素材 然后在可能上朝 对对对 基隆和西岸的山区学校太平国校 校旁有个名文侠尔的基隆地标 也是基隆景点 那地标跟就是跟学校之间有什么关联系吗 其实地标那一块用地是学校的 这是我们学校的 最超大有一个学校的 这是我们的 我们学校其实在这个山头上有1.9公顷 很难想象 过去太平国小曾经人数破千 如今却是只剩35名学生 面临病相命运的小校 校长因此思考转型 活化教学 创造特色 教育有很多多元的方式 能够让孩子得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我们家长有尝试过 所以我们家长对阿浦娃这个部分 是非常非常有兴趣 他很大力的推荐 在校长委托下 阿浦娃走访学校周遭景点 早期这个区域有很多的码头工人住在这边 很多的房子就一山开始盖很多的房子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太平国小就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有那个孩子有就学的需求 所以才会在盖的一间学校在这个山头上 两周后他们要为太平国小四到六年级的学生 进行一场开发游戏的公民课 例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改成复合式餐饮 可以给学校带来收入 那学校可能就会有一些额外的经费 可是小朋友以后就没有操场 好啊 不错啊 我很有意思 来这边带小朋友一个课程 是让家森他们对于身为一个公民 或者是身为一个基隆市的市民 可以有什么样的讨论跟增进他们的一些公民意识 如果你期望他有一天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那你要给他练习的机会 你是觉得这个点很值得讨论吗 这个你可以拍一张啊 庙的那个土架弄出来 创建时间是民国三四年 台湾光复后 这个可能问一些老人家可能会有答案 上头的吗 我不知道 这个庙的主人是四季 现在白人就有了 所以说还没放好人就没有了 就没有 这边吧 这边吧 你走 为了使游戏中的每个景点 都能让小学生充满共鸣 光是看景拍照 搜集资料 他们就来了太平国小三趟 社区里有一个这样的点 然后你知道他可能是做什么用途吗 那你如果觉得他要改建 或者是要做任何用途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做 就是我们要自己整理一些资料 如果他们真的都不知道的时候 才有办法多丢一些东西出来给他们讨论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是 一不小心在这五个礼拜里面接了13个案子 那你们11月的课是都有两份薪水吗 没有 那为什么要两份薪水 立不了啊 就是这个11月其实我觉得就是该去的还是要去 阿普挖八名成员中 只有荣辉和建议是专职 其他人另有工作 结案量多时 两人焦头烂额 案量少时 收入由捉襟见肘 经营得十分辛苦 一个案子大概就是 韩当天执行三四天 一定案子的量可以让公司可以稳定运作 不然其实公司现在是亏损的状态 可是荣辉那时候有提到说 他觉得四个案子可能负担太大了 那最后我们两个讨论的结果是说 可能就是荣辉的部分就变成是说 他直接三个案子 荣辉基本薪资的部分 就是算了一万五的部分 你活了下来会就做这样子 我有错吗 我是活不下来 我一个月一定要上晚 荣辉他讲说他一万五可以养活 自己讲的那我这个 这个我自己不太认同 为什么真正的人才不会进来 就是很有想法的人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交流 就是很重要是因为 大家认同这个职业是高尚 但他不想做 因为你没有办法存在好 我必须要做个角色是谁 可是他就可以贏了 我会一直不断的提醒到 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回到我们的原因 就是我们阿普娃到底 最开始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追求梦想与妥协现实 永远是人生的两难 阿普娃也不例外 每个人都说出来做一些 跟社会有关的事情 都要像我这么痛苦或这么累 那这样谁要做 根本就没有人要做 后悔是倒不至于 就只是觉得 好像可以再做更好一点 假设说阿普娃能够在基隆 在地这边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OK 那返乡工作 然后甚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能够养活自己 而且还过得还不错 那也许会是一个标杆 那未来就会有更多能量的东西进来 今天这个讨论会 它其实就是相关的这些利益团体 大家一起来进行讨论 只要踩到一格 任何一格是 这个颜色团体有关的 他们就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 每一个案子里面 他们都可以选择说 我要就是来拼经济 还是我要来拼生活 比输赢的方式是说 你的钱乘上你的那个幸福值 就是你的分数 经过分组和选角 基隆开发案的四大利益团体 终于出笼了 针对基隆这一块 极带开发的大饼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首先由学者组丢骰子 第一个走到的是六栋 六栋是太平国小旁边的 一个住宅社区 目前住的人不多 房屋也老旧 听说有件商正想大调重建 是一支房价后市看涨的钱力鼓 究竟学者组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他是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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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 他家 开发 开发我们有很多种选择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 整个都更把它重新改建 有新的人住进来之后 可能会害我就是 可以使用的空间变少 拥有这个房子的 你可能可以得到一些 金钱上的收入 我们有另外一种开发方式 在屋顶 把它开发成就是 屋顶的农场算不算开发 这也是一种开发 可是重点是 他不一定可以马上 让你赚到钱 不过他可以增进 你们的生活品质 他其实可以看两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东西是说 小朋友对于就是 这种公共事务 他们有多少概念 有这还心情 有算有算 有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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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学者组选择了 将六栋做友善开发 屋顶盖起了农场 虽然没有金钱的收入 但是原本住在里面的同学 不用搬走 还可以品尝农场种的菜 幸福之加分 接下来轮到企业组丢骰子 走到的是操场 太平国小的操场 最经济的开发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就收费嘛 然后把它盖得高级一点 这样子我们学校就有额外的收入 可是缺点是 那可能小朋友你们就不太适合 再上去那边跑跑跳跳玩乐 那我们比较友善的开发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地方让大家使用 怎么样跟居民共同维护这个地方啊 你们想要赚钱吗 如果要赚钱 就要做金钱 好 就有620 赚钱 赚钱 赚钱是不是 好 然后第二点则是 他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他们会倾向用什么方式沟通 企业组为了赚大钱 选择了经济开发 他们派出成员去游说黑道组 希望黑道一起参与开发案 两个利润给我们 三个利润给我们 三个利润都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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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利润 好啊 两个利润 OK 中吗 OK 两个利润 OK 两个利润 OK 两个 哎呀 没想到企业组 反而被黑道吃得死死的 做出了损害自己利益的决定 系列产品得到两百万 黑道真的是很有头脑 已经赚进四百万了 耶 很蛮重要的一点是说 你给他真的犯错 跟表达的空间 像他在游戏过程当中 他做了一些 我们可能认为不好的选择 我们其实是不会批判他的 经过一轮 接下来又轮到 学者组丢骰子 走到的是 刚刚已开发的操场 刚刚操场开发得很开心 现在要遭到报应了 等一下如果他们丢到 四五六的话 就是没事 大家都不用扣任何的 那个幸福点数 如果是一二三的话 那黑道帮派跟宗教团体 就要共同承担这个贡业 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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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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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八 八 你看吧 果然是能不能侥幸 一侥幸就发生最坏的情况了 等一下黑道要记得 就是想办法补回你们的幸福值 不然你们的分数 会变成负的 经济开发的恶果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临 黑道组的幸福值 一下子变成负三 再这样下去 赚得越多 就输得越多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缠斗 基隆大开发也迈入尾声了 究竟哪一组能够在金钱和幸福值当中 取得最佳的平衡 赢得游戏呢 好 首先是我们的那个企业财团 他们总共赚今年六百万的钱 并且有两点的这个幸福点数 所以我们总共是一千两百分 鼓鼓掌 好 再来是我们的黑道团体 所以我们今天赚得最多钱的总共是一千万 不过很不幸的他们的那个 幸福点数是负一 所以总共是负一千 但还是鼓鼓掌 再来是我们的政府官员 他们辛辛苦苦赚了六百万 可是生活点数也是负一 所以是负六百 最后是我们的学者专家 他们就是拿到了就是 人类史上最高的幸福点数 就是有四点 那不过他们赚的钱虽然不是最多 可是也有钱 所以是四百 总共是一千六百分 绝对不能做企业这个工作 企业这个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班上的同学 连我自己弟弟都抛弃我 糟糕了 弟弟都不帮你 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那种 在开会的那种过程 明明是钱最少的 然后信款最多 然后就让我有种那种 莫名其他意外的惊喜 意外的惊喜 所以那你们一开始 如果你们有发现你们钱是最少 你们有觉得很沮丧 或者是觉得很危险吗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认为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觉得输赢并不是最重要 那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那种 就是过程 小学生干嘛学这个 公民教育就是要从小培养起 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游戏 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个 练习表达 练习跟别人合作沟通 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大法西宴在石英港里面 算是一个很大型的公共的场域 要去看电影的人 应该都是有钱人家才会去看电影 那去那边都会有消费 那带动很大的人潮 除了开发桌游 荣辉和建议也积极向地方勤劳 学习基隆历史 我们那时候偷偷看了都不要钱的 为什么不要钱 就是躲进去 躲进去人家擅长 以后我们就在门口 客人在那里 设立就不用钱了 文案里长李隆进 对基隆文史如数家珍 他将基隆丰富的史料 分成民生 地形 军事 经济 等八大面相 每个角度都散发出 基隆迷人的风情 像这个是和平岛嘛 那就是在这边啊 对啊 那刚刚我想说 我怎么没有印象有一个统坏女在他外面 就是我之前去和平岛都没有看到外面还有岛 然后现在看一下 原来是因为他根本就已经连在一起了 小时候就不太喜欢基隆啊 因为没有认同感 基隆就是一直下雨啊 就是学校教育都不会提到说 你到底你住的城市有什么东西 他曾经有什么过去都没有 那种坏女是这样觉得 对啊 因为我以前对基隆超微认同 就是我以前也是在这里上班 睡觉然后跟上去台北上班 睡觉跟上去台北上班 印象中只有下雨和庙口的基隆 越认识挖掘 才发现存在着许多深厚的底蕴 荣慧和建议心中 也不禁生起以家乡为荣的认同感 怕你来啊 就只是怕你不然你来了 其实就是发现基隆很多是 有故事有历史的东西 他就只是摆在那里 然后你如果不知道 怕你经过看了一百次你也不知道 他们也思考将知识融入游戏 吸引更多人 一同看见基隆不同的美 用他们新的思维 来把这个庶民文化推广出去 我觉得很棒啊 纯粹是游戏嘛 桌游嘛 纯粹是游戏的方式来玩嘛 那玩起来 大家会激发他的思维想法 都不一样 这些人就是家福的志工 你看得出来哪个是我吗 毛嫂的那个就一定是 那哪一个是毛嫂的吗 为了全新经营阿普娃 荣辉毅然辞去了家福的工作 但是不稳定的收入 让妈妈很为他担心 决定要离职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有啊 如果离职的话 加一盘都没钱 刚开始我买 那个不好啦 那个阿普娃又不好 穷娃很穷 穷娃是不是 对啊 不要做这个 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 这样 投入的心力和收入不成正比 是荣辉和建议都面临的难题 为了化解家人疑虑 他们特别安排了一场活动 邀请所有成员的家人 都来参加 因为那天是新春团拜 然后我们就想说 我们也要有个这样的意思 然后让我们父母 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桌游 怎么玩 然后当他们就吃 然后吃完了之后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简报 对 我想说 虽然钱比较少 但是我看他每天 混得很好 不管有没有成功 但是他做出了 那 这样就值得加强 对 给你一个站 好 你可以给我十个 十个兔子 九个腹 所以你们会有群 你们会发鸡 对 对 那你成功的毛就长出来 你会这么操劳 对 成功就多毛了 对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里是基隆市文安里 过去毅力街道 攻行人穿越的两座天桥 因为乏人行走 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为此 阿浦瓦和文安里合办活动 他们精心设计了六个游戏 让游客享受乐趣的同时 也深化对天桥的认识 我们今天就是做 让大家来玩游戏 然后盖章几点 可以换那个纪念品 就透过玩游戏的过程 来认识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 大家把闯关图翻到另外一面 有看到四个图腾吗 第一个点叫大华寺院 其他的点分别是 耶稣君王堂 那是基隆地区最早的百年教堂 再来是廖天町 他以前枪杀日本汉奸 逃走的路线 还有一个地方是百年防空洞 原本是运输路线 然后后来被改建成防空洞 等一下大家去过这四个点之后 要告诉我顺序从近到远 是怎么排去 那你如果从一到四 你要怎么排去 所以近就是这一个 一是这一个 好 二 然后二 二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是这一个和 这蘑菇糖比较近 还是这个比较近 这是你觉得这是二 好 那三呢 三 三是这一个 三是这一个 好 答案是错的 想清楚 廖天町讨好路线 好 来 好 我想到这个 特别的地方 后来看到了吗 有 地方看到了吗 不晓得就在这么近的地方 有这个 好 那来 你们告诉我 从近到远怎么排好了 妹妹你来 来 妹妹你排 一是最近 二是最 四是最远 你他排 你他排 你他自己排 二在哪里 二在哪里 二 三 好 太好了 恭喜你们 你们是第一个 同样第二关的 看能不能就是了解更多 然后把自己出身的故乡 然后让大家更多人认同 那这样子就是 越来越多人 就会以基隆为荣 一二三四 好 请开牌 然后你要排出他的时间顺序 我们希望说 透过《告别天桥》这个活动 重点是吸引大家就是 去思考说 不管猜或不猜 它都曾经存在过 那我们就是要进行一点 小小的历史社会课时间 来 电技工知道是 什么庙吗 在哪里知道吗 除了认识基隆历史变迁 阿卜娃也希望 让在地民众 和外来游客对话 强化对在地公共事务的关心 不好意思 给你问一下 你会住这边 住这边 我 我们家是保护你的俱语 没错 我人家跟朋友说 天窍要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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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有人上 那亂比較亂 看起來比較亂 把它拆掉看起來比較緊 有一點比較清潔 看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你必須要先有第一步是 你想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你想要在這裡做一些事情 連結之後可能產生一些興趣之後 再來討論後面的 他要去思考公民的議題 歷史的議題什麼的 就可以慢慢再加入 我的心不明白 錯著讓我更堅強 因為我的名字叫勇敢